好为了因应112年第16任总统副总统以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 欢迎宪选举委员会与新陈相公所共同来举办投开票所 程序模拟演练的观摩会 除了测试投开票所需时间以及投开票作业状况处置 也模拟了选民投票时突发状况与最常犯的几种错误 希望借此来提升选务人员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 欢迎宪选举委员会表示 第16任总统副总统以及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将在112年1月13号举行投票 这次选举共有三张选票 包括总统副总统、区域或原住民立法委员及全国不分区域地位政党票 为了让选举能够圆满顺利 并且邀请新陈相公所办理投开票所作业程序模拟演练 也测试民众进场投票所需要的时间 那我们选举我们会为了明年1月13号的总统跟立法委的选举 特别请新陈相公所做了认识的投开票程序模拟演练 从我们宣记人到我们投票所进去领票、签票、投票整个出来的贡献 我们还有投票时间我们全程的计目、全程的录影 然后我们会把它剪辑以后放在我们的网页上去 跟我们许多人与做参考 还有呢我们要让我们身心障碍的乡亲们了解我们的投票的友善措施 欢迎大家能够呢 勇烈的这次参与投票到我们的网顿投票 然后另外呢我要再修明的是这次呢 这个感谢新陈相公所和平的香港所办理的洛杉团队 尤其是我们的民政策长成定期设长 整个统策规划 然后调度他们的所有客室的人员来做这次 还有我们秦媒的那个秦土 还有我们主任的帮忙来调度他们很多同学一起来做这次的工作人员 也要感谢我们行程分局 真的带了一位市民的警察来做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全程都是实际实带人人出哦 你们待会真的会赢到选票 你们要真的去圈票 真的去投票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次还有两组开票作业制度的演练 我们要让明年的投票呢 能够让全国的人民还有我们候选人呢 能够尽快的看到他们的开票成果 这次投票模拟演练官模会 并且在拜十八月下午在新陈香北府国小活动中心举行 后来县学区委员会处了与新陈香公所 同时也邀请村民共同来参加 为了达成任务 事前已经进行多次的预言修正再预言 让演练内容更加圆满 也将最完整正确的投票作业程序 提供给每位学务人员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顺利完成142年初的学务工作 同时也呼吁民众投票的时候 注意上述几种常犯的错误 以避免不必要的违法违规请示发生 记得继续信任务量 感谢观看